镜头转到香港 从2013年一开始 香港民主派对于行政长官梁振英的公开抗议 可以说是没有断过 我们带您来看到昨天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等20多个团体再次发起游行 抗议行政长官梁振英诚信破产 要求梁振英立即下台 同时进行民主普选 继元旦大游行之后不足一个月 民政连同其他民间团体再次发起倒梁游行 要求梁振英下台 民政等17个团体发起不要行验报告大游行 试着梁振英施政报告内各项民生政策缺乏承担 继续重容地产霸权 关商勾结 游行队友下午3点由腾锅湾东角道出发 游行人士批评梁振英诚信破产 应该立即下台 有市民指责中共插手香港特首选举 要求立即普选 游行队友下午4点半逼达政府总部后 将印有林志字要的飞碟逃向政府总部 予以施政报告零分 市民不收获 大会宣布有2000人参加 对于施政报告的不满 对于施政报告的愤怒 我们相信离街7-1会是越来越多市民上街 有团体表示将在7月1日 拉起占领中环活动 是要将梁振英拉下马 新唐人记者林秀一在香港报道